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ossmine的宏觀金融市場分析 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人Jasper Lolo索仁 歡迎大家訂閱Bossmine的頻道 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今天的主題就是講歐元 未講之前就看看免責聲明 我們所講的內容純粹是一個學術經驗分享 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標題就是歐元潛載暴跌危機 我想大家要留意 相關的星期一新聞 也有留意法國大選的結果 雖然馬克龍也叫做進入第二輪選舉 同胖男老婆剛剛入圍 但是大家不能夠不留意 馬克龍的得票率其實是出現了危機 所以在第二輪選舉當中 它能不能夠連任這個構成一個重大危機 而這個危機也導致歐元有一個大跌的情況 因為現時馬能立行的後勁相當靈禮 又有後來居上之勢 所以這個情況一旦馬能立行當選的話 我想對歐元的匯價 就起了一個負面的衝擊 另一方面大家都關心就是留意 俄羅斯其實也有機會出現債務違約 這個機會也相當高 所以如果一旦法國大選 馬能立行真的當選 俄羅斯那邊也出現主權債務違約的話 這兩個消息我想對歐元的打擊 這個大家就不容置疑 但是當然了 你說對港股影響應該不大 不過如果你說做外交投資都知道了 一旦這個行程真的爆發的話 歐元是一個大跌危機的話 作為外交易都是不惜一個不錯的投資策略 或者投資機會 我們看看路透社這宗新聞 路透社說的標題就是 馬克龍與立行殺入4月24日 法國總統大選決戰 戰況尿十分激烈 我想標題一點都沒有誇張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次和上次不同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在第二輪投票前 馬克龍也有一定的優勢 絕對不像這次一樣 是大家叮噹碼頭的 大家看回內文主要看兩段說話 第一就是這次得票率 這次在點票過程當中 點了88%選票 馬克龍得票是27.41 而馬能立行得票率也是24.9 所以計一計加減數 原來相差只有2.51個百分點 這個已經反映出馬克龍是有危的 另一個更加危的就是反映什麼呢 就是法國的民調機構 這次的投票率 這次的得票率 馬克龍可以得到51% 而馬能立行也得到49% 換句話說 馬克龍只有2%的優勢領先 所以2%基本上就不是什麼優勢 所以真的叮噹碼頭 以及勢均力敵之爭 所以現時來說 你說馬克龍贏硬 馬能立行輸硬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基本上最公道說 就是現在基本上 真的沒有一個人知道 究竟接下來哪一個會贏哪一個會輸 因為太接近支持度 好了 現在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法國的媒體 我想他們都會不斷去做很多的民調 究竟現在的選民究竟會怎樣呢 這是第一個要很關注的 會不會進一步收窄呢 進一步收窄的話 馬克龍真是大劑了 有機會真的會輸 馬歐元也有機會可能偷步下跌 相反 突然間說 不知什麼原因 馬克龍的民調大幅領先 又拋離馬能立旁 馬能立旁出現了醜聞 導致過民望急跌 這樣就沒得好說 歐元可能就沒事了 沒有事得來 我不是說他轉勢 那就是沒事了 不會拿他來做分析 歐元本身也有很多千瘡百孔的問題 困擾的 所以一旦民調顯示 馬克龍的民望收窄 甚至落後的話 歐元有機會偷步下跌 當然也要留意到時候 選舉結果公佈了 如果馬龍真的輸了 馬能立旁贏了 那情況很嚴重 就好像類似當日 當年2016年 英國公投成功脫歐 普特朗普贏了總統選舉 但這次對貨幣市場的衝擊 我相信更加重要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很高度關注 馬能立旁其實基本上 有機會純粹有兩個選項 一個就是脫離歐盟 另一個就是純粹脫離歐元區 但是不可以不知道就是什麼 他脫離歐盟的話 即是換句話說 他也要脫離歐元區 因為你不在歐盟成員國的話 你不可以留在歐元 好像當年的英國 他留在歐盟 但是沒有用歐元 用回英鎊 現在的瑞典也是 有瑞典黑狼 所以變成這樣的情況 即是換句話說 無論他離歐元區也好 離歐盟也好 即是他會用回法國法郎 歐元會被受衝擊 會大跌 另一個情況 大家值得關注的是什麼 其實他也是比較親俄的 他主張跟俄羅斯大和解 OK 變成有機會離開北約 所以這也是對歐洲來說 一個非常不利的消息 而俄羅斯違約那邊 其實大家都感受到 俄羅斯基本上 都是邁向主權違約的路 這也是對歐元的衝擊 好了 途中所看的是 美國標譜500 當日英國脫歐成功 當日各行程 不是很驚天地入鬼神 純粹叫做回一回 下去2000 然後再創新高 回一回 然後不斷創新高 所以英國脫歐公頭那次 對美股沒有什麼影響 對英國股市 富時100 也是 回一回 然後不斷夾著上 可能因為不利因素掃除了 所以夾上 所以對股市的影響 確實真的不大 好了 對黃金 其實也不大 是輕輕夾一夾上 叫做炒炒避險 然後又回落 好了 美匯指數 你看到了 美匯指數有行程 因為脫歐公頭 導致英鎊 歐元 一連 一堆貨幣都下跌 繼而導致美匯指數急升 OK 所以你看到美匯指數 就出現了幾大的單邊浪 一路 一路 扯著上 可以說 好了 至於主角 英鎊 你看得到 所以當時的英鎊行程 真的暴跌 最大的行程 就是英鎊 由1.5個水平 一路急跌到1.1450 困擾了很久 一年有多 所以當時 如果只肯定去沽英鎊 獲利非常豐厚 可以說 所以這次的情況 會不會都是一個翻版呢 如果一旦馬難立旁當選 當日英鎊暴跌的行程 會放回歐元那邊 這個是有機會的 如果用計數機 看看 當日 1.5018-1.1450 跌了3568點 所以這三千多點的浪 會不會都在歐元那邊發生呢 同樣發生呢 這個機會 但究竟會跌多少 就真的現在不知道 會不會同樣跌三千多點 真的不知道 不過呢 一二千點 我想都走不掉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歐元的匯價 我想大家要留意這個 隱憂 會不會造成一個 衝擊 始終拿了大量歐元的盤 他們一定很擔心 所以會不會出這些貨 甚至最大可能就是什麼呢 他們在這段期間做一些對沖 沽出歐元的盤 期貨好 現貨好 令到歐元匯價受壓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相信呢 歐元的那個 會有一個 急急可危的危機在這裡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好了 今個星期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